嗨 哈囉 大家好 歡迎大家來到我的頻道 我的頻道是專門分享金融商業及個人成長 那今天是2022年是1月8號星期二 那我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 這一本書 那這本書的話 他的標題 他的標題這也是寫說 日本的神之散戶CIS 他發一條推特就可以影響日經指數 那他從300億的日幣 然後16年的時間 把它操作成223億 那我知道他的過程就是說 剛一開始的話他用300萬的資金 其實他後來因為他那時候還有在工作 領薪水在持續投入大約兩年的時間 其實他說整個賠 其實他大概就是賠大概1000萬日幣 所以說一開始本金300萬 然後後來又投入本金 然後一直賠到剩下最後100萬日幣的時候 100萬日幣的時候 然後終於改變他的想法做法 那一開始他的想法做法就是跟我們一般所聽到 就是研究這家公司的基本面啊 長線啊什麼都是你所聽到的 以前就是好像這樣比較專業的做法 結果他持續了這麼久的時間 其實他是賠錢的他賺不到錢 那後來他從剩下最後的100萬日幣 然後把他操作成223億 然後他的書裡面 他的文章裡面其實主要他是寫說 他就是順勢操作 那順勢操作他裡面講到一個東西 就是說其實這是很違反人性的 因為我講一個 比如講一個例子 他現在漲漲漲 他只買強勢股已經漲完了 再買 那一般我們正常人的情況之下是漲一端 就認為說應該是要跌下來了 就是說一般正常情況之下 一直漲你也不會再去買 那甚至有人會做空 認為他會跌下來 那我們正常人的思維都是認為應該就是這樣 就是說他 書上有講類似像丟骰子一樣 我們認為說有漲有得有漲有得是一樣的 我們的正常人的思維是這樣 他後來他改變完這個思維之後 他變成是用很簡單 我們常聽過順勢操作漲 買進漲再買進一直買進 永遠只買漲的 只要他變弱一點之後就出 跟我們人性有點顛倒 有時候在跌的時候 我們越買越多 他完全顛倒過來 那我就覺得他很難的地方是說沒有錯 只要你有做過功課 有研究有投資過一段時間 你都會知道說要順勢操作 問題做不到 問題做不到 然後為什麼他有這麼大的轉變 可以從100萬日幣變成223億 這是16年的時間 但現在可能更多 他很簡單待過就順勢操作 剛才重點講完了 其實我之前還看過 有些文章有講到他為什麼有辦法突破這麼大的原因 我看網路上寫的 他說就是有一次聚會 他有碰到那個BMF 那BMF大家就知道嗎 號稱叫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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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他在那一次的錯障事件 那個非收支錯障事件 賺了20億美金 那他好像 21日幣 然後他好像是賺 CIS好像也是賺了大概 好像8億還是幾億 日幣有賺到 然後因為就是說他們有一場聚會之後 跟他聊 聊完之後那一次 才開始賺錢的 所以可能就是說BMF有一次聚會 有碰到這個CIS 那有給他指點一下 那從此以後就開始 開始賺錢了 就是說 理論上我們知道說沒有錯順勢操作 但是你人就是 人心的地方就是沒辦法去克服 就沒辦法去克服 所以說 還是跟大家再強調一下 順勢操作順勢操作 但是這個問題就是最難的就是 我們 人 自己 你要如何去克服 對 你要如何去克服 OK 那以上 分享這個 給大家謝謝收看謝謝